大家好,欢迎来到炸酱面的频道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用电饼铛做油酥烧饼 发面的过程我就不拍了 我用的是高筋粉 取一块发好的面直接擀平 擀不动的话就先醒一下 我们来先做油酥 把适量的花生油和普通面粉搅匀 微波炉一分钟后再搅匀 直到这个油酥微微发黄 继续把面团擀薄 这次我做的油酥粘稠一点 好处是后期制作的时候不会流酥 多加点也没关系 会更好吃 我会把手传记忆的 走到一里一里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满头 切成个均匀的小段 把两头捏一下 这时候要醒十分钟 否则面团有劲 擀不动 先做甜口的 放两勺糖 半勺面粉 这样烙或烤的时候不会流糖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第二块面我做成咸口味的 切葱花加点油 微波炉转一分钟 这是一半甜的 一半咸的 我标一下免得有误会 咸的一边要撒食盐 用擀饼棍把盐擀进面里 再抹油酥 撒花椒面 和前面的做法一样 把糖换成葱花 看一下半成品 如果用普通面粉 这些深色的地方 很容易破开 油酥会掉出来 在饼坯上刷点水 撒芝麻 直接上电饼铛 双面烙四分钟就可以出锅 谢谢观赏 再见